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关 汉字 九宫格 第一关我们分为两轮 题目的难度会逐步地升级 观战间的嘉宾会从成语库当中 随机选择十个成语 成语的每一个汉字 我们将显示在九宫格当中 嘉宾分别从每一个汉字的九宫格当中 任选其中两个格把它揭开 四个汉字我们会按照成语的顺序 逐字的闪现 我们给各位40秒的答题时间 答对了下一分 两轮过后积分排名最高的前十名 将会晋级到下一关 如果第十名出现了两个分数一样的 怎么办呢 在分数相同的前提下 谁答题用的时间更短 谁就将晋级 这个挑战在这种严苛的条件下 那么短的时间里头把它识别出来 组成一个成语 需要对汉字是非常的熟悉 再一个对成语也很熟悉 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们说两三千个字 是不是能够简单地读书看报 这得掌握多少成语的基础 才能从容应对难度的不断增加 大概有两千甚至三千 他才能应付自如 请各位戴上眼罩 挑战助理来帮我们检查一下 他们戴眼罩的情况 有请咱们观战间的三位嘉宾 为我们出题 中国的汉字很多时候都挺有趣的 一撇一纳 这两个笔划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组合不一样 这两个字就完全不同 要认识汉字就要首先认识偏旁 因为偏旁是汉字的最重要的 就是像建筑元素一样 这些孩子们对汉字的偏旁这么熟悉 我觉得对于捍卫这个母语的安全 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觉得这才是这个节目 真正有深意的地方 主持人嘉宾已出题完毕 好 各位挑战者 可以摘下眼罩 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 调整一下挑战的状态 好 第一关 第一轮 挑战开始 这写起来挺难的 当它开始闪的时候 我可能认出来其中两个字 但是那两个字 我不知道它是在搁在哪儿 就是顺序很容易混 因为它没有一个停顿 所以我觉得第一关就要来这么狠吗 时间到 来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为了考察一下 你们对于成语的掌握情况 我请陈希给我读一下这个成语 是什么意思 康老师 这是韩语发明的一个成语 就是是刻苦学习的意思 焚高 燃蜡烛 记鬼呢 就是持续不断的 鬼是时间嘛 其实就是夜与即日的意思 请看答题情况 有四位答错 看第二题 孩子们对于图像的记忆和识别 比成年人更敏感 当孩子们掌握了丰富的汉字结构规律 和知识经验以后 他们对于四个汉字的整体识别的程度 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快速的直觉判断 我看二十位挑战者基本上都已经作答完毕 好 时间到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唯妙唯俏 来看一下大家的回答情况 只有一位挑战者出现了问题 他知道这个成语 但是他写错了字 脑子里感觉模糊 你看 口子旁和树心旁 汉字它有意义 它也有形 你有时候能够把音读对了 你把意思理解了 并不一定能把这个字准确写出 在书写的时候会出现挑战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排行 黄其慧排在第一现在 这些小朋友他们自己心目当中 觉得比较厉害的女生 就是他们觉得黄其慧实力最强 这个黄其慧她家里是中医世家 她从小喜欢博学 同时也是国画九集 融合过烟台式新时代好少年的称号 这小姑娘厉害 她回答两道题只用了16秒 平均每道题只有8秒 比高志渊 王瑞成都快 这说明黄其慧有非常丰富的成语积累 大家继续面对第三题 这个应该很快 这是什么 这好像是收拾物息 好 这道题正确答案 息息相关 这一道题只有飞哥一个人 没能拿到分数 我写的应该是最快的 可能太着急了 还没有让她的那个官识别出来 我就点了提交 所以张老师你看 加上那个时间以后 她的表现就会不一样 她心理上有这种压力 在体育比赛里面 时间其实就是命脉和核心 特别是那种短跑比赛 0.00几秒就能够决定胜负 在这样的竞赛环节当中 错一道题就非常危险 第四题 春秋鼎胜全部正确 第五题 刮购磨光 再拿一分 接下来看第六题 昏华秋时 这道题没有难到各位 第七题 百听不厌 又是一道 大家都拿到分的题 再来看排行榜的情况 杨岳泽超越到了第一位 田宇彤在第二位 黄其慧 目前排名第三 请看第八题 一壶灌顶 这道题目会有这么多错的吗 第九题 推离让早 非常遗憾 除了子涵 其他的挑战者都答对了 这个来看一下最后一题 好 这道题 正确答案 这道题 我心里平衡多了 不怪我没看出来 很多人都没看出来 这个山字 虽然你念 山然雷下课 对对对 这让你写 都不定给他写成什么样 这道题 黄其慧又错了 高志渊居然也错了 他们实力本来都很强的 真的开始有点 替他们担心了 于楚宁 山然的山写对了 那后面就 没有什么难度了 我把山然雷下 拍出了三遍 以山打头的还有多少成语 所以这道题过后 第一轮结束 来看一下 各位排名情况 到现在为止 前四名都是 识别率是百分之百 对 后续其实错一个的 基本都能够进入到前十 所以孩子的这个识别率 其实不低 但是转化率 有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就是你即使读出这个成语了 你把它完美呈现出来 这很难 所以目前的排名情况 对于后十位的挑战者来讲 有些不利 最开始排名第一的黄其慧 现在已经掉到第十一位了 让人特别意外的是 我们一直看好的高志渊 竟然掉到第十三位 但其实孩子们的积分 已经非常接近了 差距都在毫厘之间 错一道题排名 就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就是高手对决的魅力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接下来 注意听好我们的第二轮挑战规则 接下来将进入第二轮十道题的挑战 两轮成绩累计排名前十的选手将会晋级 第一轮暂时落后的选手还有晋级的机会 第二轮挑战难度升级 九宫格的遮盖 每个字只打开一个方格 选手能够辨识的信息更少 挑战难度成倍增加 有一个格的信息 那特别是给他没有信息点的一些格的时候 你完全不知道那个字是什么 如果我只是选了一个撇或者是一个那 就没有辨识度了 的确很难 既要追求答题速度 又要确保成羽的准确性 双重的压力之下 最终哪十位选手能在第一关突出重围 成功晋级呢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这个过了以后十个孩子就要淘汰了 第二轮挑战 开始 请看第一题 这个一个格比两个格的难度 翻得不止一番啊 上来就是难的 老天哪 这是你出的 我记不住了 真的 这项挑战的要点还难免在于 它不仅仅需要丰富的汉字的认知经验 和丰富的成语知识积累 还需要很强的记忆提取能力 汉字的局部和整体的知觉判断的能力 看到这个九宫格 我们甚至都想不起来 刚才选的试试 瞬间可能就模糊了 时间到 来看这道题正确的暗示 八面迎撤 我们来看一下挑战者答题情况 出现失误的是五位挑战者 其实还是暴露的太少 机会是什么情况 那个八我以为它是入 关于入的成语 入境问俗 入国问俗 入目三分 但是跟后面的自由对不上 是吧 所以在这块就耽误时间了 这道题目有好几个挑战者 没能得分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题 各位继续加油 你看 给孩子难为的 不是 你知道还有一个难度什么呀 当它频繁闪烁的时候 你已经难以判定 哪个是手 哪个是尾 对 一二三四 这个顺序你还得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补天御日 这个成语本身都比较偏 康老师 补天我们好理解 御日什么意思 御日是这样 古代传说这个西河是太阳神 每天早晨它赶着车 把这个太阳载着 那么就太阳就升起来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 就是把太阳给太阳洗澡 御日 所以这个补天御日 一直用来指 人力很强大 取得了很大的功勋 同时也说明 有人定胜天的 这样一个思想在里面 受教了 受教了 来看看大家答题情况 棋会又错了 有七位挑战者 没能得分 黄奇会这么后面了 掉下去了 第一道题错了之后 我就一直想 我不能错 我不能错 就一直都没有去专心看题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道题 这什么来着 自己都 这咱自己弄的咱都记不住 时间到 圣一诚怎么了 男的在后边 别着急 有男的 来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功力吸笛 什么意思 康老师 对 功力吸笛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 就是唐代的时候 宫廷里面经常举行 这个诗歌比赛 当时这个上官婉儿 他就负责主持 那么当时有两个很厉害的诗人 一个叫沈全期 一个叫宋志问 这两个人呢 同样的题目 写完诗之后 拿给上官婉儿看 上官婉儿看了以后 他们两个人的诗是 功力吸笛 不相上下 各有千秋 势均力敌 但这个要不知道这个典故 你光从这四个字去猜 真猜不着 你看 不光参加了挑战 又学了一个新的成语 这个是收获更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排名情况 目前 王楚遥 孙子月 丁秋月 功力吸笛 楚遥好厉害 王瑞成赶上来了 他们姑子俩都在浙江一屋上学 王瑞成学习成绩也非常好 名列前茅 而且在瑞成很小的时候 他的爷爷就开始带他背骨式 高志愿也赶上来了 他从第十三名 上升到第九名 陈希也闯进了前十 真是顶尖赛事高手过招 局势瞬息万变 加油啊 目前局势仍不明朗 对于每个人来讲 仍然还有机会 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道题 你看那个高志愿答题很快 来看正确答案 辅车相依 这道题错得多 这道题一半错了 答完前面几道题 觉得真的很简单 盲目自信 然后看完辅车 我就写了辅车相助 还是不守 所以辅车相依是什么意思 康老师 这是当年春秋战国时候 两个小国之间的一个比喻 一个大国要去灭令一个小国 那么要借道从另外一个国家里过 那么这个大臣就劝君王说 你不能给他借这个道 他把另外一个国家灭了 回过头来就把我们也灭了 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辅车相依 辅是什么呢 辅是这个面颊骨 车是指的是牙床 古代管牙床叫车 弄了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辆车 你有一口好车 所以要说唇齿相依 我们立刻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就说明古代的成语 有的成语它流传下来了 但有的成语呢 因为跟人们的比喻的这个对象呢 距离比较远 随着岁月的流逝 所以就没有能够为大家所熟悉 大家继续加油 接下来我们看第五题 这在辨识度上确实有点难 好 时间到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不露归角 确定这是个成语是吧 老师 我拿生命保证这是个成语 我怎么舍得让你付出生命的代价来验证 我相信你 这就是个成语 谢谢 这是欧阳修在一篇《慕志明》里面 提到的用的这个词就是不露归角 也就是不露锋芒 不把这个才华全部显露出来 来 正确 两个 三个 四 五 五个挑战者 没能打对 我们来看一下排名情况 孙子月冲到了第一名 目前她是唯一一个满分全得的 她才是真的不露归角 一句话没说 孙子月山东的 她生长在《孔梦之乡》 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兴趣也非常广泛 曾经还获得过济南市优秀学生干部 孙子月像黑马一样 到现在为止无一失守 孙子月这一次 她表现了应用精妄的稳 她从来不强速度 但是她求的是那个最稳的准确率 你看孙子月的时间并不短 她的时间其实挺长的 但是她每个都是百发百中 别忘了我们首先看准确率 所以该沉稳的时候 该花的时间一定要花 所以现在究竟谁能冲进前十 还不一定 好 第六题 更深 人静 全部正确 第七题 观者如赌 有三位没能得分 再来看排行榜的情况 孙子月第一 杨月泽紧随其后 刘新颜第三 请看第八题 千里额毛 这道题大家错还都错得一致 都是没看出来 第九题 王楚遥这道题 没能答对 我记得楚遥刚才是排在第一位的 因为错了两道题 所以排名下降得比较快 结果一道题答不出来 心里就有点慌了 然后后面几题就没有答上来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排名情况 目前孙子月稳居第一位 高志源陈希排在第六 第七都相对安全了 第一关只剩最后一道题了 从他们的成绩来看 排在第十名的王楚遥 现在反倒非常危险了 王楚遥和盛义成都是十六分 但是王楚遥手里握着将近 七十秒的优势 但是郭飞哥如果在准确率上 能够和王楚遥拉近距离的话 郭飞哥的时间倒是有可能 超越王楚遥 最后一题好关键哦 请看题 时间到 我就看到其中有一个字 应该有一部分是考试的考 对不对 没有 没有吗 没有 没有 这还真是想不起来 这个是个什么了 第一个字就一匹儿是什么呀 公 哦 还真是 来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这个东西真是 你要不了解成语 不了解汉字的结构 你完全就瞎懵 我们来看一下 挑战者答题情况 王主遥 没有给圣意诚 郭飞哥和王思源留下机会 所以现在 经过二十道题 两轮的角逐 顺利晋级的是 孙子月 杨月泽 刘心妍 杜春阳 丁秋月 高志渊 田西 娄子豪 王瑞成 王楚遥 祝贺这十位挑战者 孙子月真是一匹黑马 是全场唯一一个满分拳手 高志渊也不服众望追到第六名 王楚遥 王瑞成 孤志俩分别列第九 第十 涉险过关 同时也要把掌声送给我们另外十位 虽然没能晋级 但是也表现非常出众的我们十位挑战者 也把掌声送给他们 宋一诚 是不是觉得遗憾啊 主要就是我速度不够快 速度不够快 你觉得这一次来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尤其当你跟这些高手过招以后 就感觉自己 给他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就感觉要继续努力 这不光是一个比拼的舞台 这不光是一个挑战的舞台 这更是年轻人在这里 检验自己实力 向别人学习 与此同时建立友谊的舞台 希望告别我们挑战舞台之后 你们能够有更多的进步 有更多的未来的惊喜 没能晋级的挑战者 谢谢你们的参与 再见 继续努力 明镜与穆 咯 谢谢大家